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香港時間晚上 有一件事就是Live 今晚都留在會員板 年費就是10英鎊 但是記住一件事 如果現在在搞月費 你就記住 10月7日之後 過數就是用生價過數 所以如果你是 希望用舊價年費 你要早點通知我 接著 如果你想入會 你就救 因為那個是72英鎊 或者Equivant的澳指 或者加價值 澳指什麼時候定價 因為澳指最近 會價值幾分 或者歐元 歐元加勁 到幅度加勁 所以我就 希望 各位 早點 不要做Rasmina Haveta 今天是3號 還有幾人 好了 至於股市 今天跌得很厲害 像劉靖這些人 叫人入市劉靖和王少奇 兩國 我都覺得就是 幾班人要負責任 說話不負責任不要緊 我覺得中大應該要查 劉靖發生什麼事 有沒有未經大學批准收監 不能收股票 我覺得這件事很重要 買股票的東西 就不是一時三刻 幾多幅度 我就覺得 因為暴力救市 走不及 就你死你死 好了 閒話休題 今天英國 和毛利求斯政府 發表一個聯合聲明 肯定得到美國同意 但特朗普 當年代會反口就不知 如果特朗普就想學 我就不知 這個有可能 因為這個實力是戰略的問題 就是 英國會放棄大部分 英屬印度洋屬地的主權 大部分 但是呢 唯獨現時用作 這個英美基地地區的就是例外 即是你換言之 英國自治控制那裏 繼續控制那裏 99年 換言之 你會出現一個類似 英屬基地區的問題 即是Cyprus的英屬基地區之後 多出一個 英國印度洋主權基地區 那裏就肯定是完全是軍管的 即是那裏繼續是英美軍隊控制 但是其餘的這個 這個 查哥斯群島的地方 就會交給 無紀求斯政府 OK 那裏沒有人住的 當然 那裏的國籍問題 怎麼過到 就 不需要 不需要解決的 因為那裏就 一早給了BOTC 即是你是限期之前要拿BOTC 現在就明白為什麽有新的Clause 應該其實無紀求斯政府和 英國政府之間談判 就是一直都在做的 我相信 保守黨就是不想放棄主權 但是 給回國籍 但是很明顯這個就 不負 即是和當地人的看法有點不同 因為當地人 你叫他去英國 他真的不知道做什麽的 很好笑 為什麼這件事 而且英國因為輸了官司 最慘 為什麼會輸官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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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你要知道這個 formula 是怎樣搞出來 我想對澳洲的觀眾應該知道 有兩個島 很神奇的 一個以華裔為主 一個以馬來人為主 一個叫做科科斯群島 在印度洋 馬來人為主 一個叫做聖誕島 聖誕島最出名的就是 那些小鳥 那些小鳥 那些是肥料 由華人為主 聖誕島是講香港語的 這個科科斯群島是講馬來文的 信回教的 為什麼澳洲會不騙了這些兩個地方呢 就是那時候因為信 那時候不是很信得過 新加坡的自治政府 海峽殖民地 新加坡 那時候海峽殖民地 三刀府已經大部分瓦界 新加坡就變自治領 其實就近上已經英國所控制的越來越少 因為已經是外政自治的 已經是空律的 所以後來才有李剛要做總理那件事 新加坡還沒獨立之前已經是自治領 那新加坡變成自治領的 澳洲就為了自己的防衛需要 因為那時候澳洲也怕馬共 澳洲也怕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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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將科科斯群島和聖誕島交給澳洲 那時候是怎樣做的 當時是未經公投的 就是科科斯群島和聖誕島 就買回來的 給錢的 給錢給新加坡政府 新加坡政府收到澳洲政府一塊錢 然後就不要這兩塊東西 那科科斯群島的主權 就沒得到爭議 因為1984年那時候 科科斯群島住民公投就拼入澳洲 所以科科斯群島的主權 基本上就是結束了 就是不會受這次事件的影響 聖誕島可能會問一點 因為聖誕島 應該聖誕島有做公投的 他的歷史應該有做公投的 因為他是 他是買回來的 但現在就算公投 我猜他都 都未必有什麼大障礙的 OK 你給澳洲 因為澳洲 澳洲做得很小心的 OK 澳洲做得很小心的 OK 他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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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會小心做事的 因為他都經過很多次的 民選那個政府 OK 他很多次民主政府 你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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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會不會 會不會有什麼問題 我就覺得他沒有問題 他沒有什麼興趣加入新加坡 但是 你這個方法 用在毛利求斯 那裡 就出了事 終於 出了事 OK 為什麼會出了事 呢 就是 在毛利求斯那時候 已經有制憲會議 其實 即是19 那時候要把這個 成合英國 英屬印度人領地 那時候 1965年 那時候 毛利求斯已經有制憲會議 就是已經準備 那時候 毛利求斯政府 說 同意也好 聲稱 但是這些事情 應該是要住民公投的 因為說 是有些地方放棄獨立 當時 毛利求斯 已經是on the road 在這個獨立的道路上面 就是 在向這個自治領進發 已經 已經變成這個自治領 在這個自治領的時候 你走去 這樣 搞分割 你新加坡就沒事 因為新加坡 他就不會 跟這個 跟這個 沒有什麼關係 好說 就是說 對那些馬來人來說 例如 科科斯群島 他是進不了馬來西亞 因為那些人 不是原住民 科科斯群島 沒有人住的 本來 那些人是 有人搞種植園 有個英國人搞種植園 帶過來 那些馬來亞勞工 那些後代 那些沒有人 那些人 不會走去 想加入馬來 新加坡 他不會這麼屁股 他原來在澳洲 都不會進入新加坡 這件事情 所以 為什麼科科斯群島 在1980年 用了公司 就已經確認了 澳洲的主權 OK 你說聖誕島 聖誕島 聖誕島 他自己的居民 華裔為主 聖誕島 講香港語 聖誕島 看到樓上 那一群都印尼 他都害怕了 他都害怕了 他都不會 希望 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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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回歸新加坡 他都不知道為什麼 回歸新加坡 他都不知道的 很難搞的 因為他也是 英國人 走去 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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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種植園 搞回來的 OK 這一點 我想 他是比較有趣的 但是 你去到這個 去到 去到 你 英國人 陸陽淑敵 這個畫法出了 那幫人 跟無偉球師 有close connection 你這樣搞 就不是九車連環相撞 不是長期 無偉球師 加上中國在這裡慫恿 那無偉球師 就在 中國政府的支持之下 就不斷 是這樣的 所以那個主權 那個處理的程序 不當 你要做這個分割領土的過程 你是要在 開始搞制憲會議 搞獨立運動之前 你就要過 就要斬 不能夠之後才斬 開了制憲會議之後斬 就住成大錯 為什麼他會輸官私氣 這個原因 不是什麼聯合國 做交的問題 是你 那個總之就是 你謀理成私人 已經有一個很明確的意向 會走向獨立 有的英國 也都給他答應 給他一整塊 去獨立 你突然間 割一開一塊東西 未經公投 你就會出事 那個何緝 就這麼簡單 你未經公投 所以現在 這是一個折衷方案 當然 印度對無紀求斯的影響很大的 所以 基本上 印度 用了他影響力 就跟無紀求斯政府說 你不要搞那麼多 OK 英美軍隊的基地區 你就不要搞 當然 我想 為什麼當初英國堅持 想整個B.I.O.T.保持住 是免得中國 可能在其他B.I.O.T.的組織 成立基地 大家放軍會做這些 那時候 我猜那個時候會有麻煩 防武上開會有麻煩 因為很快的將來 解決了中國 就是零計 因為 如果很快的將來 解決了中國 那 需要不需要保持住這個基地 就是一件事 或者這個基地 可能交給印度 這個就是零計 OK 表面上 中國是贏了的 這個 表面性 OK 因為就算 那個 英美的基地區 仍然在這裡 也好 基本上因為 他 隔離的賭罪 是在無紀求斯手上 無紀求斯政府 真的跟中國政府合作的話 你咬不住 OK 除非你這樣 你搞 無紀求斯政治 就是問題 英國又搞不定 為什麼呢 就是 雖然無紀求斯很多政客 都是英國讀書的 無紀求斯傳統來說 是講法文的 即使很多印度裔人 也有很多華裔人 他是講法文的 他 你一個講法文的社區 你要影響多地政治 不是那麼容易的 他不是很典型英聯邦 這也是為什麼 你聖誕島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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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很有型營能 你叫他回歸新加坡也可以,也都不需要 因為新加坡是一個華裔為主政 沒有可能他自己抓狀,一定會有衝突不斷 反而澳洲就會任由你 澳洲就不理的,你那些馬俄人自己搞定他 你不要搞出那些屁股出來的好事 那OK的,大家可以談得完澳洲 你說聖誕島,第一聖誕島的華裔怕了人來 第二就是聖誕島的華裔會不會頂得住新加坡以英語為主的世界也都未必得 管治,如果以英語為主管治的話他仍然跟澳洲 澳洲還會尊重你多元文化 你新加坡就未必跟你走起肚子 新加坡肯定跟你搞什麼講華語運動那些 肯定問題不斷 澳洲他不會逼你講華語,澳洲可以繼續講香港語 以前我們講的廣東話 但是現在我就一般用香港語來形容 但是你那裏那些英屬印度人地區那些 鑑操廣州那些人,在那裏就出了事 英國沒有在聖誕島和科科斯坡那裏搞鑑操廣州 沒有玩這件事的 那些人留在那裏的,原裝原封不道放在那裏的 這個就不同了這個 所以你認為這些要那個歷史淵源 你說中國就肯定以為就贏了英國 因為中國以為贏了的原因就是 我可以在那裏擺基地 對不對 就是毛毅求斯政府就聽我說 我可以擺基地 就是令印度洋那個活動受到制肘 好,所以這件事一定是要拉上印度談的 因為印度就有他的方法 印度其實我估計最初中國的目的 就是趕走英美基地 但是因為印度介入 印度始終毛毅求斯有相當的印度人口 印度的影響就說你不要這樣搞 所以這個方案可愛國是一個折衷方 就是大部份都加入 也都某程度上減少了英國的責任 你說英國是不是完全 防務上當然是有所折損的 但是美國接受都不是完全沒有原因 因為印度肯合起來 有些東西就夾毛毅求斯 就是因為這個BiOT 你看看BiOT政府那些網頁就知道 他做得最多就是海人生態保育 英國就要揹那些海洋生態保育的東西 但是如果你交給毛毅求斯 就不關英國的事了 英國不需要再揹那些責任 要揹就最多就是揹軍隊基地 就是軍事基地附近那些 你如果當作英屬基地區 Cyprus英屬基地區的玩法就不能計算 那個他不需要交代 那個就是完全軍管的 將會是100%軍管的 你都可以預期日後BiOT剩下那個島 是完全軍管你都可以預期的 本來現在都是完全軍管的 如果你不是當地人的祖先 你都不能放下去的 基本上要上去要批准的 不給住人 如果就算有些居民要回去住 他是BiOTC的 我猜可能會有特別安排 可能會有一個類似英屬基地區的國安排 就是蔡布斯英屬基地區的安排 應該會有類似的東西 這個Cyprus就 也都可能知道是怎樣 不鼓勵那些人在那個山津 OK 因為你搞出一個BiOTC出來很糟糕 不是沒有Cyprus的英屬基地區的BiOTC 不知不知不覺都玩得很糟糕 肯定是那些奇案來的 英國不想的這個奇案 這個是表面中國性的 表面 但實際上就是我的領體 為什麼中國因小失 但是當然你說中國這個是小性來的 但是問題就是 這個point on 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就是 如果你那塊地 你的失去 你是未經公投 未經住民自決公投 而進行一個主權更換的話 你是會有問題的 大部分殖民地的離開 OK 他英國就算是國籍不認數都合法的 因為你自己走的嘛 你自己搞革命走的嘛 你自己搞革命走的嘛 你自己搞革命走 我當然我開不了你 除非你那個族裔的人是沒有參與革命的 那這樣就焗著眼吃 譬如你說 東非那些印度裔人不是 你東非B.O.C.為甚麼焗著眼吃 那些東非那些印度裔人是沒有說要 跟著離開 離開大英帝國的嘛 他們是留在大英帝國的嘛 他們是希望留在大英帝國的嘛 他們沒有想著去狂眼看的那些 他們沒有想著一起瘋的嘛 沒有的嘛 現在有一個很現實的問題就出來了 如果這個承岸藝 有一個很現實的問題就是 你這個香港 香港這個究竟合不合法中英的入選領 那我說聽到 那時候香港都不是殖民地嘛 不好意思 這個不關是不是殖民不殖民地 你沒有公投就是沒有公投 新加坡的問題沒有什麼問題的 新加坡的主權 新加坡P.Nan和馬六甲都沒有問題的 因為第一 P.Nan和馬六甲是有國籍選擇的 他沒有問過當地人 給不給回馬六甲 你這個馬六甲是很有趣的 得三刀斧 和得三刀斧 馬來土幫就更加不用說 馬來土幫那些更加不用說 那些是保護過 那些是更鬆的保護過 那些是更鬆的保護過 所以你說真是嚴格的 那些是三刀斧問題 那些是三刀斧問題 那些是新加坡 新加坡就不踢任何英國國籍 就是新加坡是公投走的 他公投的 他公投離開的 我想問香港有沒有任何公投 你不要跟我說什麼 如果我真的要 你說新加坡是租回來的 OK 你說新加坡是租回來的 你說新加坡是什麼 我都覺得有質疵 那他至少是界限加坡以南 就是怕天意界限加坡 界限加坡以南 你至少一定不是租的 大清帝國沒有主權的 應該公投吧 沒有公投的 你界限加坡以南的主權 全部是有問題的 因為你沒有公投 香港沒有搞過任何革命獨立運動 得到大部分人同意 要求加入中國 沒有 你幫共產黨不要打飛機 所以你說黃先生在說這些 我就沒有什麼好怕 反正我通緝病都吃了一張 不單是吃了一張 是不是 你也說界限加坡以北 界限加坡以北的主權 在中華民國那裡 中華民國還未亡 是不是 如果這件事情 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的公投法 那我會付諸公投 是不是 我根據中華民國的公投法 付諸公投 現在沒有經過中華民國的公投法 付諸公投 在中英聯合聲明 這份是什麼 所以你說香港買地 要買出市場的話 你這個主權 從頭到尾 沒有一個清楚的一件事 中華民國一直存在 只要這個主權 這個主權有問題 這個土地視權有問題 OK 當然中華民國政府 我相信最後都會尊重 香港人的意向 是公投的 公投決定的主權去向 OK 至少界限加以南 和香港島 這個一定是 Under British Administration 有一個公投才行 如果我根據這個塞浦 這個無意求私的案例就是 你這個英屬基地 你說違法 我同一個和緝 我就可以說 你現在中國在香港和九龍是非法的 證明 OK 你有什麼可以擔心這日法 你看回 科科斯群島的案例 科科斯群島是有公投的 聖誕島和沒有公投都不要緊 OK 因為聖誕島有民選政府的 聖誕島和波波斯群島 兩個都是民選政府 你有一個全民民選政府在 你的主權都有合法性 你沒有一個全民民選政府在 你的主權就不會有合法性 That's it That's it 所以我就等看電影 我真的等看電影 你中國人真的 中國人最喜歡 我現在的論述很簡單 如果我根據這個情況 香港的主權可能是不合法的 英國將香港交予中華人民共和國 這個動作是不合法的 如果我英國為了自己的利益 在毛尾球師獨立之前 這麽粗張 這個 這個 這個群 英國 英屬印度洋 那個屬地 那個地區 現在所在的地區 挖出來 都是非法的 OK 那我同一道理 香港 香港的三個主權 歸屬中環人民共和,都是非法的 如果我是中國,我就不會煽動無幾球師搞這些事情 因為你自己的心有問題,很明顯習近平不懂 以前鄧小平,江澤民年代就是怎樣 這些事情不行,不要煽動別人搞這些事情 因為這些是隨時燒著自己的 習近平已經懂,習近平要自己的 就是我很強大,我很強勢 但是香港在國際法上 應該的主權應該仍然屬於英國 英國有責任的,英國OK 我就在自己的節目放出來 我也不介意在其他方面放出來 讓大家思考,這個問題上面我相信大家要有一個思考 中國在香港的主權是 言不證明不順 我再說言不證明不順 你不要覺得,如果中國人還以為自己很大支 我確實說 你很多,你以名證言順 可以我回去海參威,你不我 你硬要搞香港人 你就不是海參威,你都開始捱的 你的主權 如果普京不是一個獨裁政府 普京是一個民主政府,你死了 我認真的,如果你俄司 有一天全面民主化 他民主穩定十年二十年 你就海參威,永遠都過不怕 這個我先說定 我今集就講到這裡 今晚會員版再見